第602集 双方退后到比赛台边缘 遥遥相对 霍玉浩现在 已经明显感觉到昨天孟宏辰 在比赛中最后一场坚持不住的原因了 这车罗战的消耗着实不小 尤其是在对手实力都不弱的情况下 如果他还保持在全胜状态 身体没有残疾的情况下自然不怕 当初他可是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力战群雄从而在那里一战成名的 可是他现在能动的毕竟只有右臂 实力何止是大打折扣啊 很多能力根本就用不了 经过前面六场战斗 虽然一直是学女在战斗 又有他体内的极致之兵天的原力进行补充 但他的魂力消耗依旧不小 别忘了他的精神探测也一直都是保持在开启状态中的 淡淡的光芒闪烁 霍雨昊再次将小学女释放了出去 伴随着裁判右手落下 萧叶已经是轻飘飘的朝着霍雨昊这边跑了过来 一边跑他一边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两黄两紫一黑 居然和之前的南秋秋一模一样 也是最佳魂魂配比的魂王级强者 不太好对付啊 霍雨昊难难的自言自语 但他的脸上的微笑却依旧未曾减少半分 夜龙 这就是萧叶的武魂 就在他距离霍雨昊还有五十米左右的时候 脚下突然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一层漆黑之色就从他身上释放了出来 轻刻间吞噬着比赛台上的一切光线 朝着霍雨昊的方向笼罩了过来 控制席站魂师 霍雨昊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过来 然后他脸上就流露出了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 控制席站魂师一向比强攻系还要难对付 尤其是在能够克制对手的情况下 就算是以一控多都是办不到的 但是这位控制席站魂王的能力 应该是和黑暗有关 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对手的视线 没错 霍雨昊的武魂是灵谋 可是他的视线是能够控制得了的吗 有精神探测在 他根本就不需要普通的视觉去看呢 于是乎观众们就看到 霍雨昊似乎傻傻的推动着轮椅的轱辱 就像那片黑暗滑了进去 比赛结束的速度比所有人想象中都要快得多 那片黑暗只是持续了不到十秒 就自行消散了 台上只剩下霍雨昊还是站着 不坐着的 那位名叫萧夜的控制席站魂王 已经躺倒在地 明显是昏厥了过去 霍雨昊转过身 向着南秋秋的方向微微一笑 承让承让 堂门欢迎你 这不可能 他 他一定是使用了什么非常规手段 否则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祭拜萧夜 南秋秋猛然从戴战区中跳了起来 要知道 萧夜可是他们站队的主控魂师 论修为 也只是比他差一点而已 他那夜龙的各方面能力相当强大 绝不只是用黑暗控制对手视线那么简单 还有一系列的控制 在黑暗之中 萧夜的能力一旦展现出来 南秋秋也必然要靠泯灭之力 去破掉他那五魂的黑暗属性才能直升 而霍雨后却几乎只是用了几次呼吸的时间就做到了 而且这一次还不是动作 这完全已经超出了他理解的范围 裁判冷冷地瞥了眼南秋秋 速警 比赛极数 唐门队地龙门 唐门胜 即十二分满分 双方队员退场 南秋秋几乎是毫不停顿地就冲入了场地 但却不是冲向萧夜 而是冲向霍雨昊的 他输了 输的是那么的彻底 连自己人都输给了对方 这让年轻的他实在难以接受 尽管他心中明白霍雨昊的实力很强 可却依旧充满了不服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挡住南秋秋去路的 正是王冬儿 比赛已经结束了 你想做什么 南秋秋怒吼 让开 一边说着 他一掌就向王冬儿拍了过去 泯灭之力瞬间释发 王冬儿眉头微皱 右手抬起 同样是一掌拍了过去 浓烈的金色火焰瞬间升腾而起 砰 金色火焰在泯灭之光下收敛 但南秋秋却是亮枪后退 接连退出三四步 险些摔倒在地 他一脸震惊地抬头向对面看去 这才看到那英俊到了极致 一头粉蓝色长发 梳成马尾的超级无敌大帅哥 就像所有女人见到王冬儿的第一反应一样 南秋秋的目光也是瞬间呆滞了 王冬儿这张俊脸就像是铃铛妙药一般 瞬间令他的愤怒 憋屈和战斗力下滑百分之五十 好帅啊 南秋秋悄悄地吞下了一口唾液 嘴声却是尸声说道 魂帝 一张针对他 并且是在没有释放武魂的情况下 除了魂帝级强者以外 根本没有别的解释 而王冬儿看上去又是那么的年轻 先前也正是在戴战区之中啊 南秋秋心底顿时一片冰冷 原来 原来这唐门竟然如此强大 竟然还有魂帝级强者未曾出场 那刚才左轮椅的家伙也是魂帝了 这次输的真是并不冤枉啊 可是 可是输了我要加入唐门 不过他真的好帅啊 加入唐门 似乎也不是那么痛苦 只是我怎么跟妈妈交代啊 就在南秋秋天人交战的时候 王冬儿已经来到了霍玉浩身边 询问着霍玉浩的情况 霍玉浩微微一笑 很好啊 哥一穿漆帅不帅 王冬儿抿嘴一笑 帅呆啦 行了吧 连人家队长都要给骗过来了 你这可是一件竖雕呀 不过 你为什么总是会和名字叫秋的有瓜葛呢 是下意识的吗 这个 冬儿 你知道的 我 好了 我们下去再说 一边说着 他单手推着轮椅 另一只手 安在霍玉浩的肩膀上 浩东之力 悄然融合 拂出霍玉浩 恢复着萧浩的婚礼 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 确认他没事 王冬儿 这才放心 秋秋 还不下来 一个有些愤怒的声音响起 南秋秋 焦躯一颤 转身看去 向他说话的 是一位相貌和他有六七分相像的 中年美妇 只不过 此时却是面罩寒霜 南秋秋 这才垂头丧气的走下了比赛台 给人家腾出的地方 进行下一场比赛 妈 别叫我妈 底龙门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让你自行指挥比赛 你倒好 几个主力都不派上场 居然还被人家一穿漆了 你 因为愤怒 中年美妇 胸口剧烈的起伏着 妈 我知道错了 可是 他们真的很强 那个坐轮椅的 应该是魂帝极强者 刚才拦着我的那个 也是魂帝 魂帝 中年美妇微微一愣 但脸色区依旧十分难看 南秋秋突然扑通一声 跪倒在母亲面前 妈 我错了 中年美妇愣了一下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忍之色 毕竟是亲闺女啊 而且南秋秋已经够出色的了 但也正是因为她的优秀 才养成了骄傲的毛病 在地龙门同辈中 她是万千宠爱极深的大姐头 长辈们喜欢她 同辈的师兄们 不只是喜欢她 也让着她 这次吃了大亏 中年美妇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地教训教训她 不然以后 还不知道要出什么问题 起来 大厅广众的 像什么样子 中年美妇怒喝道 这里是休息区 周围还那么多宗门看着呢 本来她也没想过地龙门 能够获得什么太好的成绩 主要是带着些年轻人 来见见世面 但也没想到只是第一轮 地龙门竟然就被淘汰了 不过输了就输了 只要能吸取教训 她并不认为输掉比赛 有什么可耻的 当然 她肯定是不会告诉这些年轻人的 妈 我恐怕不能跟您回去了 我 我 南秋秋捏如着说道 低着她 吼着她 眼底却闪过一丝脚下 中年美妇愣了一下 紧急着大怒 你敢抗命 别忘了 我不但是你妈 也是地龙门门主 门规如何 你清楚得很 南秋据用力地摇了摇头 再抬起头时 已是泪流满面 妈 我错了 可是 可是已经晚了 刚才在比赛中 我和她过一号打赌 我 我把自己给输掉了 什么 这一下 中年美妇可真的是大惊失色了 你 你说什么 你把自己输给了一个残疾人 你 你真 真是气死我了 那可是个残废啊 你这后半辈子 难道就跟一个残疾人过了 就算她实力强 可是 可是 说到这里 她已经说不下去了 翘莲气得通红 比赛什么的 怎么能和女儿的终身幸福相比啊 南秋据一听 就知道母亲误会了 赶忙解释 不 不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把自己输了 不过我是输给了他们 我们当时打赌的是 如果我赢了 他就加入咱们地楼门 我输了 就 就 就加入他们堂门 一边说着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又重新低下了头 中年美妇这才醒悟过来 将当时的详情仔细地询问了一遍 南秋秋自然不敢有所隐瞒 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 妈 那我错了 我上了那个混蛋的刀 可是 可是 云家是愿赌服输 而且他输得多了 如果我不遵守诺言的话 以后 等我的秀为到了平均 恐怕就很难突破了 输到这里 南秋秋的眼泪 不禁又流了下来 这位地龙门主 也是傻眼了 这真是陪着女儿又折兵啊 不但比赛输给了人家 连女儿都输掉了 身为门主 他当然可以强行 不让女儿去唐门 可是那样的话 对于南秋秋的未来 就一定会出问题了 深吸口气 终年美妇 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狠狠地瞪了南秋秋一眼 却也同时 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你跟我过来 一边说着 他拉着南秋秋 就朝着已经返回休息区的 唐门众人 走了过去 唐门这边 霍宇浩已经将自己和南秋秋 如何打赌的事情说了一遍 众人的脸色明显都一些古怪 还是和菜头说了句实话 这姑娘也太好骗了吧 潇潇白了他一眼 人家这叫单纯好不好 是宇浩太狡猾了 把人家骗了 多可怜啊 不过 咱们唐门多些女孩子也挺好的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那中年美妇就拉着南秋秋走了过来 诸位 谁是唐门主侍之人 中年美妇面沉死水的说道 唐门众人的目光 立刻就集中在了霍宇浩身上 那中年美妇也是微微一愣 心中暗惊 这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 竟然还是唐门的主侍者 前辈 您好 不知有何指教 从这中年美妇和南秋秋相似的容貌 霍宇浩也能猜到几分了 她也有些尴尬 当着人家妈妈的面 把人家女儿给诱拐过来了 这确实是不太厚道的行为啊 南秋秋的母亲 对霍宇浩说了赌约的事 决定用金钱把南秋秋买回来 妈 人家又不是货物